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92页 我们看到2-2介绍空间中直线方程式的一个求法 空间中直线方程式的一个求法 那接续者2-1是介绍空间中的平面 那2-2呢,我们接着看到直线怎么求 好,我们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待会再推所谓的公式 那我们看到在周报空间中呢 如果我们知道直线的方向和直线上的某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直线的方向和某一个点 来推导出这个直线方程式的一个大概的样子 看到图个这边,以致L线 那么它上面有一个点坐标是341 那么它和某一个向量V呢 2-1-3是怎么样,平行 是平行,所以很敏感的 看到平行,请大家就要注意到 平行的条件会引起什么 向量平行,我们就会去做到它的一个对应层比例 或者是说分量对应层比例 或者是说彼此两个向量之间会有一个系数级关系 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L线上找一个P点 这个P点就设定为一个位置点,不知道的点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我们去做AP向量 那么这个AP向量和这个V向量 就会有一个平行关系 所以大家看过来 第三号这边 L通过A点341 L线与向量V213平行 所以设一个位置点P点XYZ 是相异于A的某一个点 这AP就会平行V向量 好,注意向量平行 我们重点就来了 我们可以写成所谓的系数机关系 AP向量就会等于T倍的V向量 对不对 所以AP向量X-3,Y-4,Z-1 好,V向量本身是213,对不对 乘上T倍之后 这两等号左右两边的向量相等 是不是就对应到我们X对应到X分量相等 Y对应到Y的部分相等 Z对应到Z的部分相等,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X-3就会等于2T Y-4等于T Z-1会等于什么 3T 好,我们请你把它做个一项过来 X等于3加2T Y等于4加T Z等于1加3T 那T为任意的实数 我们用这个方式就表达出了这条L线的一个什么 方程式的一个概念 那其中T是0的时候 X等于3,Y等于4,Z等于1 刚好就是我们所设定的这个什么 A.341 那所以T如果不是0 T可以等于任意数 它可以等于正1-1 正2-2 100-500 那么我们的X,Y,Z是不是就相对应会找到许多不同的点坐标 那这些点坐标会通通都落在这条直线上 落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法 我们请看到93页这边的介绍 在93页上面我们紧接着看到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L线假设是通过A点坐标X0,Y0,Z0 来请注意 这边的X0,Y0,Z0就是当做一个已知点 编号0的这种我们就是当做一个已知点 而不是位置点 那位置点我们是另外再去假设的 好 它又和另外一个非0向量V呢 叫做ABC平行 所以这边有个V向量等于ABC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X坐标 注意X坐标是这个P点的位置数的坐标 是X0,已知点的X坐标 加上AT Y等于Y0加BT Z等于Z0加CT 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直线的参数式 那其中V向量等于ABC 叫做它的方向向量 来请注意 为什么叫方向向量 代表说 这个向量 它的方向跟这个L线 它是一致的 这两个向量 这个向量和这条直线 它可能不会在一起 但它只要平行 保持方向一致就可以 保持方向一致就可以 所以它是引导它的方向 所产生的这个向量 叫做方向向量 或者是说 为了标示出 我的方向是往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什么东北边西南边之类的 引导方向用的这个向量 叫做方向向量 所以我们请他93页 直线参数式这边 请务必把它记起来 通过A点X0Y0Z0 而且和这个飞零向量V等于ABC 平行 则参数式可以写成 X-X0 X-X0 就会等于什么 AT Y-Y0 就会等于什么 VT Z-Z0 就会等于CT 所以从对应平行而产生的一个 系数机关系呢 我们写成一个对应相等之后 再把它移向过来 就得到X-X0加AT Y-Y0加VT Z-Z0加CT 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们叫做直线的参数式 其中T称为参数 V向量称为方向向量 这请务必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样的一个 用大括号 再把它整体写起来的这个 一个方程式的样子 跟我们以往所学到的 只有一个等号的那种方程式 看起来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么这种叫做参数式的表示法 也就是说 XYZ坐标通通改写成为 用T位置数来表示 因为X0Y0Z0 它是一个已置数 同理ABC这个向量 它也是一个已置数 所以本来三个位置数 现在通通改成 只有一个T位置数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叫做参数式 等于说这个参的意思 代表它参加进来 本来没有一个新的未置数 那同时我们也要去提醒同学 注意就是说 这个T的范围 我们也可以写成双线的大 叫做全体实数 全体实数 所以也对应到 这个XYZ坐标会有无限多点 好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说明 请看到同一条直线的参数式 表达方法并不唯一 请注意为什么并不唯一 因为我们取得已置点可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的这个平行的向量 今天譬如说 这个平行的向量如果还是123 那我今天如果是写369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说平行向 方向向量的话 它本身也许有一个 这个倍数关系 那么已置点也会不同 所以也许不同同学所写出来的直线参数式 针对同一条直线来写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不见得一定相同 但是我们只要去检查它里面的点坐标一样 那么就可以了 所以随着选取的A点不同 或方向向量V不同 那么参数式和形式就会不一样 所以代表了一个什么 我们请注意老师会什么 画红线这个地方 直线中 空间中直线的参数式呢 它是有一个动态的概念 在T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 P点就会随之怎么样滑动 意思就是说 这个T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T 可能带个100的时候 它找到一个点坐标 T带-500的时候又是一个点坐标 所以这个T 不同的T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坐标 就会动来动去 所以它有一个动态的想法 动态的想法 所以 简单讲 我们参数式的意思 再回来一次 就是说 把原来XYZ是三格位置数的概念 我们换成了一个新的位置数 叫做T 来做表达 来做表达 这个部分请同学特别注意